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第二天拿结果又在这儿白呆了一天 我们觉得取消了比较方便我们 第一 还需要核酸检测吗 答案是还是有的 不过并不是对所有人都需要再进行核酸检测 而是会抽样检测 这个抽样其实说的很抽象 具体怎么进行呢 我们采访了日本厚生劳动省 那的官员就告诉我们说 这个抽样的具体方式他们是不能公布的 可是每天抽样的人数不会高于所有从中国大陆入境人数的20% 第二 抽样检测结果还需要在机场等很久吗 这个就不用了 我们采访的时候被告知说 现在只需要去检测而已 那么检测完了之后就可以先走人 结果出来之后会用电子邮件通知您 第三 又是阳性了还需要隔离吗 跟以前不同的是 现在不用再入住日本指定的住宿设施了 如果是阳性的话 那么得到通知之后 要根据你居住或者正在旅行逗留城市的规定去隔离就可以 比方说现在在东京 如果你是无症状 那么第六天就可以解除隔离了 但这个地点可以自己来决定 第四 还需要阴性证明吗 是的 还是要72小时阴性证明 就算是打过三次疫苗也需要阴性证明 第五 这样的检疫措施合理吗 其实在全球所有国家当中 日本现在只对中国大陆游客 实施这样的检疫措施 有合理的依据吗 我们看了一下从12月底实施一直到现在 其实阳性率都不到1% 日本有专家就提出了批评 他の国と対策が近くなったと思いますので 良いことではないかなと思います これまでの実績で実際の陽性者数が極めて低い状態なので 今の陰性証明をさらに求めることが どの程度の実効性があるかというのは あまり定かではない状況かなと思います 様々な知性学的というか政治的な意味も 多分に含まれているのかなと思いますが 我々にとってありふれた感染症になっていくということ 大きな方向自体は決まってますので ゆっくりそれを待ちたいなと思ってます ちょっとその なんか残しているところはあるんでしょうけど それもそうからず緩和されると思います 那么到了5月8号的时候 日本就会把新冠改成和普通的流感一样的传染病了 到那个时候就没有对中国大陆人员 簡易的法律依据 那么这些政策自然也会消失 但是不得不说 日本的这个政策其实是相当的不合理 应该早日撤销 好 感谢您收看我的节目 我是李淼 再见